大家好,又來到3分鐘後投資 今天我和大家介紹的是 小區間震盪 然後的選擇方向 小區間震盪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當市場 出現了一波 下跌了之後 或者上升之後 會出現在某個位置 聚集營的 成交密集區間 在這個區間裏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位置的基線 是打橫行的 在這個位置打橫行的 就說這個位置短期內是選擇了方向 二位選擇方向 所以在這個位置裏面 它有兩種可能 第一就是反彈抽了上去 第二就是回落 踩了下來 對應的是破位上升 還有破位下跌 歡迎來到白賽 OK 在這個狀態裏面我們還可以看到 市場 市場 不單止會在下跌的期間 做這個 區間 還有什麼呢 上升的位置 做區間 但是這個區間 我們可以看到 有時候不單止是打橫行的標準 還有就是什麼呢 在這個位置做一個 邪形 或者是 三個形整理 都有可能 它要看的一個 這個 這個 節奏 其實跟當時的市場環境相關 不過我們要看的是 它簡歷了之下 都是上升 打橫 再上上走 或者 下跌 打橫 再向下走 這裏面 它往往這裏面的打橫 有可能是 三個人修煉 或者 狼盤震盪 或者區間震盪 這種形式來消化 然後做中契 所以在這裏面 我們關鍵是看什麼呢 就是說 它 做完這些動作之後 先收大陽觸突破 還是大陰觸突破 如果是大陽觸突破 就反轉 做反轉 比如說這個位置 做反轉 如果是大陰觸突破 就這個位置 繼續向下走 繼續向下走 所以關鍵是 看哪邊 先被破 被破的 就可以即時做追 追入追出 好 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